日前有網民表示 其八場母親獨居在長沙華某公屋單位 日前颱風泰利雜港 帶來包好風球的威力驚人 最母親家裡的玻璃窗催爛 房署事後拆除女窗並收了300元的費用 樓主認為母親是租客而非業主 維修玻璃窗的費用不應由租客承擔 但房署說要先證明玻璃窗不是人為損壞 才會獲安排退款 令樓主相當不滿 日主在公屋的網民表示 租約上有寫任何原因玻璃爛都要收錢 但過往亦曾有例外 例如2018年超強颱風山觸襲港期間 有公屋住戶單位的窗戶玻璃損毀 房署曾穿免費維修原裝窗戶